Hello 大家好 我是占星师苏菲亚 欢迎又到了每个月的开运占卜时间 在开始之前 要请大家帮我们开启订阅小铃铛 这样我们每个月会有更大的动力 来帮大家做好节目 那么今天我们要来做一个 跟大家切身有关的占卜 我们知道4月份是世界地球日所在的月份 所以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 透过卢恩符石来感受一下 我们到底跟地球的哪些力量 有一种无形的连结 好不好 来透过这样的方式为自己开运 那么在我的前面有5颗水晶的石头 上面都刻有了秘密的卢恩符文 请大家在选择之前可以深呼吸 然后吐气 大概各5秒 我们让心情定下来 其实是为了要开创我们自己内在的一个小空间 这样你的直觉可以更容易跟天地之间连结 好 从我右手边到左手边 我们就把它为12345这样的依序的号码 请大家来帮我们做选择 好不好 记得要静下来 呼吸是帮我们静下来 不知道大家选择好了没有呢 我相信大家已经OK了 好我们就来为大家解答咯 我们看第一颗呢 这个卢恩符文叫Kenneth 它基本上代表的是火光热 比方说像古人钻木取火或是拿石头这样 啪啪啪 有一个火光的特色 所以抽到这个符文的朋友呢 恭喜你哦 代表你最近可能会有很棒的新点子 或者是有一些新的计划 新的提案要开始产生 所以要好好地把握最近这个月的一些好的机会 那么这个符文呢 如果你抽到的话 代表你跟地球连结的能量 是来自于光热 好比方说阳光哦 或者是说地热骨 有没有 有些温泉的地热骨之类的 一个温暖的特色 当然 所以你跟地球连结 也许你会对于某一些事情 特别是跟我刚刚讲的 阳光的状况啦 这个热能的状况啦 或者是说最近温室效益的状况 你也会感受到舒服或不舒服 好 所以我们抽到这个符文的朋友呢 怎么样开育 很重要就是 第一个 你要常常保持火光的状态 第一个 你可能要好的气色 身上的衣服可以用比较亮的 或者是说 你可以每天换一些色彩 因为我们知道光就是色彩 再来呢 你当然很适合去一些温暖的地方 温暖的国家 或者是说带有阳光的地方咯 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帮你开育 那么我相信 因为现在快到夏天了嘛 所以的确你是有很好的 补充能量的时刻的 再来我们看到第二颗石头 拉骨子 那么这个符文呢 它代表的是水 所以呢 如果你是选择二号符文的朋友 你可能最近会有两种状况 一个是 你可能有远游旅行的机会 或者是说 你可能在网路上面有一些 不错的泄购 或者是有一些想法或计划咯 那比较负面一点点的 就是说呢 你的思绪啊 比较容易像乱流 很多想法 但是呢 常常搞不清楚状况 或者是拿不定主意 拉骨子就有一点点那种 海王星的力量哦 那么抽到这一个符文的朋友啊 你的现状 跟我们地球的海洋 湖泊水的力量是连结的 比方说 如果台湾缺水 搞不好你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啦 或者是这个 你去看海看湖泊 哇 你的心情就特别的好 所以 如果你是抽到这个符文的朋友 我会建议你 在最近的做事上面呢 你一定要放慢脚步 有明确的方向 因为水啊 没有方向 没有容器 没有河道 会乱流的 会浪费力量 当然 如果你要让自己 很健康很开心 补充水分 或者是接触哦 这个有海洋 湖泊 河流的地方 散散心 其实 这些都会帮助你 有更好的生命能量哦 那么关心地球的水资源 也是很重要的 再来我们看第三个符文 The Rissus 这个符文啊 很重要 大家一定都认识它 它基本上呢 是雷神之锤 代表是雷神索尔 好不好 所以如果你选到这一个符文的朋友啊 代表你跟地球连结的能量是 是雷 是闪电 是磁场 OK 那么如果你抽到它呢 代表你最近可能 有正反两面的可能性 一种是 你具有一个很强大的进攻或者防御的能量 所以你想做什么事情 能够很果断地去做 很有魄力地去做 而且不会想太久 负面的能量可能是你常会生气 烦恼 躁怒 这个生气我忘了就代表一种雷神的那个力量 好 所以呢 如果你去观察地球 好 如果有些什么打雷啊 闪电啊 或者是有些地方的那个磁场特别好 或特别不好 对你的影响是很大的哦 我们就要选择让自己感觉磁场比较良好的地方 或者是说有些朋友 你可能就很适合去什么 呃 比方说针灸电疗之类的哦 那当然你抽到这个符文的朋友呢 呃 代表的是你开运的方式之一 就是要运动 哦 因为你看雷神之锤嘛 雷神就是要强壮 他能够保护自己也能够防御 那这个动能 哦 所以你要把它还好地利用起来 相信会帮助你的生活更为顺利 因为你是很强大的 你是能保护自己的 而且有保护力哦 那么我们再来看第四颗石头 飞虎 啊 恭喜你 要这个抽到第四颗石头的朋友 飞虎呢 基本上呢 在跟北欧的神连结的话 是一个弗雷亚女神的连结 它代表的呢 我们今天引用的部分呢 叫做矿石 好 因为这个弗雷亚女神的 这个符号呢 它其实代表的是 很美丽的女人 她带着很棒的 很贵重的珠宝首饰 那它也会跟这个地下 矿石 贵金属 产生连结 这个符文 其实也跟领土 领地有关 好 所以我们就跟地的能量有关 那所以 如果你抽到这个符文 代表你最近 生活不错哦 可能有赚钱的机会 或者是生活很享受 当然说不定也会有爱情的机会 那么如果你想要开运的话 出到这个符文的朋友 你就非常适合带 不管你是要带贵金属的 钻石红宝石 或是你喜欢某些特别的宝石 特别的矿石 什么水蓝宝啊 黑药石都可以 但是要美美的 因为呢 这个女神的力量就是要美美的 要漂亮 甚至你遇到的人 恋爱对象 都一定会是那种 高富帅 白富美的类型 所以这个符文的朋友 我会建议你要美 那你要去跟大地的力量连接 当你觉得不自信的时候 或许我们可以带带矿石 或者是接触那个地的力量 那我也相信 地球上的这些地的力量 会跟你的感受性 会有一个 有形无形的连结哦 你不妨可以注意开看 好的 我们来看到最后一个 Iwas 这个符文呢 在北欧里面代表的是紫山木 所以我把它衍生为植物 树 好不好 那么如果你抽到 这一个符文的朋友呢 代表你最近可能 容易在做一些事情上面 觉得怎么这么慢 怎么那么卡 当然因为树啊 十年树木 百年树人啊 树要长大不容易 它要突破很多的这个障碍 那么抽到这个符文的朋友 就告诉你 你可能做很多事情呢 你要有耐心 而且呢 要能够坚持 要能够突破困难 那当然 它另外一个 很重要的这个意思哦 就是说 你不能够只用 现在的方法做事 因为 这个 木头啊 它在北欧里面 可以拿来生柴火 也可以拿来做武器 对不对 所以你要找办法 找工具 找方法 你不能够 就是蛮干 或者是闭门造居 你要想办法绕着路 或者找方法来帮助你 让你可以事半功倍 那么你的能量就跟大地的植物 树木特别有关 所以如果心情不好的时候 你很适合去公园啦 或者是这个有树多 有林木的地方 看一看 那如果你说你很忙 怎么办呢 或许你的办公室 居家环境 你可以放一点绿意 好不好 那这样的东西呢 其实是可以帮助你 感受比较良好的 当然 如果地球上发生了 生理火灾啊 或者是说 烂肯烂发 也许你会觉得不舒服 因为 你的那个 跟地球连结的能量 就在这里 好了 以上听完我们五个 这个卢恩符纹的测验之后呢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样的感想 那非常欢迎你可以给我们一些很热烈的回馈 那么我们下一次在占卜的时候 会给大家更多意外有趣的经验哦 那么我们下个月再见 再见